港島西環 可以說是港島區充滿歷史及故事的地方之一 大街小巷仍然保留著很多舊式的建築 可以說是新舊交融的一區 如果喜歡寧靜和生活氣息 住在西環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短時間再會推出的話 有個得到到西的項目都會來推出 另外有三個可能會有機會推出 未來一至兩年推出的話 就會在高階的項目 醫院道的項目和桂香階的項目 都可能未來短時間都會有機會推出 最近同區正有新款準備推出 為大雄暉集團發展的上日 項目提供161房 提供開放式自三房戶型 寧設有連平台或連天台的特色單位 無論上車或換樓人士都適合 區內的交通配套來說 最重要當然是廣到西線 另外再者就是不同的巴士線 電車線都會有 巴士線會基本上 會貫穿了九龍、香港、新界都有 另外電車很多人都會對這東西 是一樣傳統 是唯一一個地方 會有電車貫穿了整個港島區 如果西區來說 一手成交最主要集中在兩個項目 一個就是新鴻基的Kennedy 38 另一個就是恆基的毅利坊 最主要因為兩者都是開放式 或一房為主 平均那邊造價大概是三萬元一呎左右 如果二手來說 上個月大概有三十五宗成交 但有一個半數都是半身型物業 大概差不多佔了一半是那類型物業 但平均造價大概都是兩萬二三左右 如果主要客源我們看半身型物業 很多都是見到的名字 都是國內拼音的名字 相信都是國內客人或新香港人為主 在這一區 如果你想在充滿二國風情的氛圍下漫步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就非常之適合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是充滿巴洛克式風格的古建築 吸引了不少電影製作人和遊客的目光 更有不少人選擇在大樓內拍婚紗照 除了歷史悠久的古建築外 漫步於西區更有多個打卡位 其中一個是位於西營盤港鐵站附近的毅里坊 毅里坊有16幅大型壁畫 是由九位本地和國際的藝術家創作而成 如果喜歡看日落 可以去碑路寨灣海濱長廊 近距離欣賞維港海景的同事 可以隨時坐下休息 吹著海風 享受慢活的生活 而附近的堅尼地城新海旁 更成為網紅的打卡熱點 打卡放鬆後 堅尼地城一帶有多間咖啡室西餐廳 可以一邊欣賞海景 一邊許實美酒加牛 甚為協議 西區教育配套同樣完善 並坐擁知名的小學11校網 尿受家長客的注意 如果租務市場方面 我們最主要近來都是接租很多國內客 或者是那些專材客戶 甚至是學生 他們普遍都喜歡一些偏新型的物業 而那類新型物業大概就成租 65至75元呎 匯報大概3.5厘左右 如果西區來說 近來比如開放式單位 大概成租來講 由15000元入場至18000元左右 如果一房單位 大概是19000元至25000元不等 最後和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在哪個月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